2018年7月17日 中午12点11分赵丽颖工作室发出消息称 每个人都有享受生活的权利 只是累了 要稍作休息自我调整 对于扭曲事时恶意伤害的行为工作室特此声明 赵丽颖才是真正的靠自己在演艺圈演艺的 赵丽颖学历不高 但是一些优点深得导演看重 就开始第一部戏剧了 也是演艺录的开始了 虽然刚开始演戏有些笨拙 不懂行规 但是经过刻苦训练努力 得到了很好的名气 很多人也知道赵丽颖拍摄过很多优秀的电视剧和电影作品的 近段时间赵丽颖 她也是暂时退出娱乐圈养商 很多的网友们应该也知道 曾经赵丽颖因为拍戏的时候 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后来的背部也是受了很大的伤害 后来在参加活动的时候 很多的人应该也都是看到了赵丽颖的背部有一个包 也是让很多的网友们都比较的心疼赵丽颖 而且赵丽颖也是直接素颜出镜 也是穿了一件非常朴素的短袖 但是依然还是那么漂亮 毕竟赵丽颖也是从农村开始的 有了名气 赵丽颖也认为这一切都是非常的来之不易的 后来村民看到赵丽颖回来之后也是非常的激动 也是争抢着要赵丽颖的签名和拍照 后来的赵丽颖也被村民们不小心误伤 被哄击到手臂撞到桌子上 后来赵丽颖也是说了一句 没事 看到赵丽颖也是如此的接地气 而且很多人应该也知道 赵丽颖如今为了一个非常有知名度的一线女明星 赵丽颖的举动 感觉把自己融入到农村的气息 得到村民们的喜爱 热情有加 赵丽颖是农村长大的 所以有很多适合道理的意义明白 只有凭借自己的努力才能登上高峰 观看远方 赵丽颖的戏份很多都是古装和神话 最近赵丽颖工作室发出消息称 赵丽颖要休养一段时间 给自己喘喘气 只有暂时不在娱乐圈 粉丝们都会期待养好后 回来继续做自己的作品展示给大家吧 2018年7月17日 中午12点11分赵丽颖工作室 发出消息称 每个人都有享受生活的权利 只是累了 要稍作休息自我调整 对于扭曲事实恶意伤害的行为工作室 特此声明 我们下期见 有点 by bwd6